这两个小区都是没有物业管理的开放式老旧小区 37辆被倒砸的私家车都跟王女士的情况相似 玻璃碎了 车内凌乱 车内的现金不见了 监控视频拍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 然后通过翘压车的车玻璃边角 然后把整个一块车玻璃就给卸下来了 然后钻到车里边对车内物品进行盗窃 仅仅用了34个小时 民警就在一家网吧 找到了在这打工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那如果是他翘玻璃 一翘玻璃就碎了他又不行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